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演播的长篇悬疑小说《探龙》精彩继续 《探龙》第五十三章 这声音一起,兄弟三个脸色都变了,几乎不约而同地一起往前跑 迅速到了坑洞最前方,扶下身来,利用第一层时间挡住了身形 第一层时间足有一米的高度,垂直角度下面才是坑机 这样可以使台阶和坑机完全分开,而且也方便管制工匠 毕竟在格斗时,工匠是持有武器的,保持一定距离和高度还是很有必要的 也幸亏这种安排,给了兄弟三人一个暂时的藏身之处 随即就听洪亮的嘶吼声又起 接着一声接着一声,听声音精似有数十之处 兄弟三个面面相觑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声音这般的洪亮,数量还这么的多 好在吼声过后,并没有什么东西出现 也许那东西距离这里并不近,只是声音洪亮传得比较远 兄弟三个稍微安心了一点,但是也不敢再大声说话了 生怕惊动了那些东西 聚集在一起,小声商议着可能出现的情况 可谁也没有具体可行的办法 毕竟能在瞬间消灭四五百号官兵的东西面前 三个人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 就在这时候,忽然哗啦一声响 就是那具被长剑刺穿的兽骨 失去了长剑支撑之后,直接摔散了 触碰到什么东西,顺着时间一路翻滚 啪的一声,掉落在金玉龙的脚边 金玉龙一伸手就给捡了起来 抹了两下,凑近一看,气道 哎,可怎么还有个牌子呀 小冷秋扫了一眼,随口应道 应该是那将军人物身上的腰牌 杨子却瞬间一愣,因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牌子的材质和自己身上的六把钥匙材质一模一样 全都是封魔黄童打造的 杨子一伸手就给拿了过来 仔细一看,确实是一块腰牌 整个牌子上未见一点秀斑 足见提炼至精准 有十来公分长,四五公分宽 一面刻有一个大大的名字 一面刻有两排字 钦天剑三个字,数排在中间 下面刻着地字 第十三号几个小字 更让杨子惊奇的,是这铜牌两面的框形花纹 分明就是自己身上的六把钥匙,首尾相连的形态 当下急忙将六把钥匙掏了出来 仔细一对比,丝毫不差 杨子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六把钥匙怎么会和大明钦天剑 扯上关系了呢 随即脑海急转 忽然想起之前陈大瞎子所说 关于杨家是怎么到深山里的故事 陈大瞎子好像提过 说杨家初到这里时候 当地百姓是大明朝 一直驻守在此地的官兵演兵而来的 这里面又会不会有某种联系呢 刚想到这里 金玉龙劈手就将铜牌夺了过去 对杨子一亮 又指了指自己 说我呢 这可是古董,指老钱了 想抢没门 杨子根本就没理会的 脑筋仍旧在急速转动 大明钦天剑 奇门遁甲 六步六门 六把钥匙 六芒神卫 针对自己的各种设计等等等等 各种凌乱而又复杂的信息 不断在脑海中盘旋着 杨子知道 这其中一定存在某种关联 只是自己还没抓到其中的串联点 金玉龙还在把玩那块铜牌 可萧冷秋却一直盯着杨子看 一见杨子的反应 立刻问道 兄弟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杨子一点头说 我总觉得 我们杨家 以及奇门遁甲的六门重任 和这大明钦天剑 有着某种联系 只是 无法证明 小冷秋略以沉思 也一点头说 这个很有可能 大明擒天剑第一任主司 就是大明朝的开国军师 刘伯温 而这个刘伯温 亦是当时的六门共主 主修和我们肖家是同一脉 隶属地支 传闻刘伯温当时得到了两卷无字天书 就是对应天干地支 和八卦九宫的两卷 他天总英才 不但惊喜天干地支之学 对天兵一门的筹划谋略 排兵布阵也颇有研究 最为神奇的就是占卜之术 百无一师 号称神算 金玉龙插话说 刘伯温也就是个人 又不是神 占卜也只是民间神话而已 萧冷秋又一点头说 确实 所谓占卜之术 不过是对已知的条件 加以分析 再根据经验和洞察力 去总结可能产生的结果 实际上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特别是真正的大占卜家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朝野之间 民生百态 都得了然于凶才行 杨子一皱眉头说 那他和这里怎么会扯上关系 萧冷秋说 六门之中曾有记载 刘伯温身兼数价之城 对风水 星象 占卜 曲阵 且有极深造诣 在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 被违认为第一任 秦天剑主司 并派了五百精兵 十六偏将 任其调遣 这秦天剑 名为观天察星 上体天心 防御天灾 暗中却奉出元璋的旨意 踏遍明山大船 寻天下龙气聚集之地 加以破坏 使其气散行败 龙不成龙 豪宝大明江山永固 而这明开大山 绵延不绝 群风林立 又怎么会没有龙脉所在呢 山起外为皮 山起内为骨 山腹之中挖坑 当为断骨 分明是风水穴之中 斩龙断脉的手段呢 听萧冷秋说完 杨子倒抽一口凉气 看了看萧冷秋 说 你的意思 是这里曾经是一处龙脉 被刘伯温率人破坏了 萧冷秋毫不迟疑地一点头 我正是这般设想 杨家平 当初就是大明留守官兵演变而来 如果这里不是龙脉 为何要一对官兵镇守啊 而这腰牌 也正是擒天剑 曾出现在此地的一个证物 至于杨家平重任 更不用说了 哪一个不是六门重任 你爷爷将吴泽天书封引在这里 断然不是巧合为之 只是其中深意 你我暂时未能破解而已 杨子仔心一想 确实如此 但这样一来 关系可就更乱了 当下就问道 秋 那你说 我们怎么才能破解 其中深意呢 萧冷秋忽然苦笑了一下 抬头看向石阶的边缘 沉声说 往前走 前方一定会有 我们想要的答案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演播的 长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